歐洲是否這麼危險呢? 因為他們經常聽到朋友的朋友說 他們去到的時候就會被人搶錢包、相機、iPhone 跟大家說說有什麼方法令大徒不會覺得你是他們的目標 問題一 銀包應該怎樣放呢? 我是不會帶銀包的 外出是不會帶銀包的 那錢放在哪裡呢? 帶一個小袋 小袋裡面會有一些銀包 我把錢放在銀包 那一天花的錢就在銀包 如果有拉鏈的話就更好 但在我的拉鏈裡面我會放護照和信用卡 現在就會放在銀包就算了 那別人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偷你的銀包 就算真的遇上了有人要打銀包 你整個袋給他 給他看你 錢真的這麼多 那剩下的錢 你會放在哪裏呢? 把膠袋裝著 那你就放在鞋底 那你一邊走出去 如果真的需要拿錢的時候 你可能會去洗手間 在洗手間拿錢出來都可以的 如果真的需要放些錢在酒店的話 你絕對不要把保險箱都塞在那裏 那些酒店即使是不升級的 他們都會懂得爆炸的 其實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我就會把錢放在看蓋絲那些瓶 那你出發之前喝光看蓋絲 然後把這些瓶在裡面 之後你就放在一隻蜜裡面 然後把一隻蜜蜜這樣捲起來 然後你就會變成一塊 然後就放在那個行李箱裡 那你出門口之前就把一個行李箱鎖起來 那其實就不會有人特地去打開行李箱 炒你的對墨 這個方法也是不錯的 巴黎的治安呢 其實為什麼會被人覺得很差呢 是因為她有很多很多外地人 本身在那裏紋食 那有一些金牧菜女人 我們都試過遇上的 那她就會拿著地圖 找到紋理路 但找到紋路一定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的樣子看下去 就是他們的外國人 我們的五官一體就是亞洲人 你去到歐洲都不會特地找一個亞洲人來紋路 所以他們找紋路一定是有問題的 一向那個地圖 看一看 即使你身邊有人 他旁邊其實也有一些同檔 就會偷偷地偷你的錢 又或者裝不完東西 撞一撞你 然後把他手上的生肌倒在地上 總之引開你的視線 那你的錢財就會消失了 那他們一走過來 你就可以立刻撞臉 或者你直接裝當地人 然後你跟他們說我 我什麼都不知道 就立刻衝 之後就到搭地鐵了 搭地鐵呢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像香港那樣 你搭地鐵有兩對門的 你不要站在對門旁邊 尤其是在快要關閘的時候 因為它快要關閘 如果你站在那裡 就會有人在月台裡突然搶你 然後他就關閘 就會有可能有人在月台外面 立刻偷你的袋 然後就關閘 你就追不到 例如在這邊開門 我會立刻去這邊 那他們關閘也沒有什麼影響 接完兩個人去 我們一定會面對面站 不要兩個站 因為如果有什麼事 後面的人 其實很容易就偷到你的東西 我們這樣對面 對面對面地站 你可以看到他後面的人 他也可以看到你後面的 那就非常安全了 很多人都會去歐洲購物 例如你會去LB Gucci Chanel 那些東西 你進去的時候 你一定會買東西 買完東西之後 緊記就是 買完名牌袋 你不要貪他的紙袋 你一定要叫他 用一個白色的袋裝著 或者你很喜歡做足準備的 你可以自己一早拿著一個 不漂亮的袋去 然後你買完那個袋 你就直接放進那個 不關事的袋裡 你就會安全一點 我在LV 那裡買了一個袋 幫我的媽媽 你就可以跟她說 我不需要一個 我不需要LV的袋子 你跟她說 我有一個白色的紙袋 就可以選擇 那天我還跟我妹妹 兩個女生去搭地鐵 都完全沒問題 想看起來安全一點 你盡量不要 完全不要穿 有一個品牌 很大的品牌 在這裡 衣服、袋、鞋 什麼都不好 總之成為一個好像很 好像很隨便 全身穿UNICO 都是非常好的妝容 如果你的身上 揹著一個CHANEL袋 就已經非常危險了 第一個搶的就是搶尾 所以你最好 就不要戴一些很簡單的袋 我喜歡戴LONCHON 就是多CAM的袋 因為其實巴勒人都非常喜歡戴 我見過巴勒人在廁所 就一個黑色的LONCHON袋 之後 裡面再拿到一個小的 他們都蠻喜歡的 而且多數他們用的都是深色的 見到最多的都是黑色的 比較白搭 大家都可以買那個 如果那個 在哪裡買的最便宜呢 如果你在街上買的LONCHON袋 那它就要好像 要百多歐才可以退稅 如果你是幫人買 你買一個 就真的退不到稅 就很浪費的了 早一點去到機場 然後登機入閘之後 一定會有LONCHON的臉水店 那裡面已經是全部臉水 你不需要再攪拌臉水的東西 那就比較簡單 好了 買了票嗎 買不到 在這裡 我收隊 這個 那 あと 不